从巴黎坐40分钟的火车就到达了凡尔赛宫 还很远就可以看到路易十四的雕像 不知为何有很多军人在这里 预定了门票也要排队等 看到了摩达拉用头发为耶稣擦脚的这幅名画 路易十四也就是太阳王的卧室 最有名的静庭 玛丽安腾内皇后的卧室 皇家园林让我们领略了最典型的法式园林 风格 主题各种造型的喷尼犬美不胜收 这是皇后玛丽安通内的秘密花园 这里位于凡尔赛宫的东北角 是玛丽安通内根据她自己的家乡 奥地利的乡村风格来建造的 她在这里和朋友聚会 开各种party 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享受田园生活 这里有16栋外表各不相同的农舍 他们外表看起来像是农舍 但是里面布置得很舒服 是玛丽安通内她的朋友们来这里游玩过夜的地方 这里还有个小动物园 前面的招式 女士的名字 外表人物 比较美不胜 她是一张小动物 很可爱 她是一张小动物 女士的名字 女士的名字 你会看起来 女士的名字 女士的名字 你们看起来 女士的名字 女士的名字 这是大特里农宫 也在法尔赛宫的东北角 它是原来皇室们的下宫 4月份正是郁金香最灿烂的季节 4月份正是郁金香最灿烂的季节 4月份正是郁金香最灿烂的季节